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I 上一條淘寶開箱片 比我預期中 以及這麼久以來我拍片 它的反應是最好 以及最多人看的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亦多了很多人給我意見 例如說說話很爛 背景不漂亮等等 我會努力去慢慢改進 背景就盡量 因為這裡是我家也很難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說話方面 我會盡量嘗試說慢一點 以及咬字清晰一點 因為我有少少癡來跟 所以盡量可以 希望咬字會好一點 讓大家看得開心一點 沒有那麼辛苦 為了回饋大家 今天我會拍這個淘寶春裝第二回合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我身上這件衣服 就是上一條淘寶開箱片的時候 已經有介紹過 這就是我口中所說的一秒休閒一秒C 怎樣做成的呢 就是你現在看到我上本身這樣穿 會不會覺得是OK的 很悠閒 然後也挺漂亮的 然後很簡單的 你看看 只要我完全不去穿衣服 然後就這樣放在這裡 整件事就會覺得 這是好私人的一件事 然後我現在穿的那條褲 也是上一次淘寶有介紹過的 這條褲我現在買了三條 因為真的超級好穿 你無論日常穿 上班穿 家裡穿 下街穿 去街穿 我都覺得很適合 而且很好穿 它的膽性是超大 就算你做一字馬 我覺得它也不會爆胎的 這條褲只有24.9 買吧 我覺得真的OK的 好 事不宜遲 就由第一件衣服開始講 第一件衣服就會是這一件 這件會是一個娃娃妝 但它不算是連身裙 因為也不太長 它的長度大約是可以蓋上臀部左右 好我換了一件娃娃妝給大家看 現在就是身上這件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就是一個泡泡袖 這裡是做了一個束袖的 它全部都是藍色白色的 這個右肩 然後這裡有幾粒白色的扭 它的長度也能蓋上我的臀部位 這件衣服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特別顯肥或者顯瘦 穿上去都OK 然後很舒服 它是有少少麻漬的質地 不是棉的那種 所以它也是少少挺的 之後它的剪裁 我覺得是OK的 不算很大突破 當然如果你很喜歡一些很貼身的衣服 這件不適合你 但是如果我平時都喜歡穿一些鬆身衣服 很舒服 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去吃自助餐的時候 你不怕肚子漲了 被人看到的話 這一種衣服也是很適合的 而且它是很百搭 你喜歡穿短褲也可以 牛仔褲也可以 所以這一件我自己也是很喜歡的 之後就想說一條 格仔長裙 如果你是格仔控的話 或者你覺得今年夏天很適合穿格仔的話 這條長裙都OK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它會比較適合高一點的人穿 也不用很高的 但是就不太適合我這些超小粒的女生穿 它就是一條長裙 它會有一個大一點的黑白間 密身一點的黑白間 還有一個黑色的 它是一條很長的長裙 我穿的話可以直接穿到腳裏的位置 之後呢 我很喜歡它的腰部 不只是橡筋那麼簡單 它上面也有一個黑白的Ruffles 如果你穿衣服的時候 就不怕露了 那個橡筋很噁心 就有一點款式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我這麼矮的時候 穿下去就會變得上身這麼細節 然後下身非常大 這個實在太大腹部的關係 感覺的比例就有一點奇怪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大約1500至170左右 穿這條裙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對我來說它有點太長 這件上身是一個普通白色T恤 它是一個假兩件連身 下面就會是一個藍白色格子 這裡扣扣 然後就會有兩條帶 可以在前面綁一綁 感覺就好像在腰上 一件藍白色格子襯衣服 感覺是很青春很悠閒很漂亮的 這件穿出來大約是這個效果 我知道那天可能我的妝化得不太漂亮 還有我的腳是有很多濕疹印 但希望大家將就一下看 穿上身我的高度大約就是這個效果 它的質地是非常好的 它的面是很舒服很滑 不會很透的 你看到它都OK的 也不算整隻手都透出來的 下面就是一個少許露衣的質地 我覺得這件不錯的 這件很值得買 之後我還買了一條是連身褲 它是這個紅色的間條 長的連身褲 感覺很棒 它是有一點點成熟 度假 休閒 集合於一身的一條連身褲 我很喜歡這一條 它的質地也是不錯 它是有一點雪紡的質地 它不算很低胸 接受到的 不會過分性感 這條連身褲 因為它的背部不算很低 所以不需要穿NUDE BRA 我覺得穿一些沒有帶的BRA 或者帶比較幼 更漂亮的可以展示出來 都已經可以了 而且它的褲腳也是比較闊 所以走路上來 很有風範 很大氣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這條連身褲 極力推介 之後也是繼續介紹一些比較長身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濕襯印還沒退 其實我自己也穿不到短褲出街 無謂買太多 雖然我很想介紹多一點給大家 但是我也不想浪費了 今年未必能穿到這件事 所以接下來這一件也是長的衣服 但是一樣是很漂亮的 這條黑色的T-shirt質地 下面是一層一層的蛋糕裙 這條一樣是超漂亮的 我自己超級無敵喜歡的 因為它是休閒得來 又不會太傻 不會像外出買菜 像外出買牛仔褲或衣服在外面 超級無敵 它雖然純黑色 但它這些蛋糕做得很好 它不會過分太闊或太窄 它是剛剛走路的時候 搖擺到蛋糕位置 蝕蝕蝕蝕蝕 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已經經常穿這件衣服 很喜歡很喜歡 它是直接穿波鞋襯 已經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一件也是很推介大家 之後就想說一件背心 這件背心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19.9人仔 或者20元人仔 總之是很便宜 這些背心基本上你打底穿 然後隨便下街 穿一件衣服 已經很漂亮 又不會很像底衣 因為它有一個裙邊 它就沒有那麼像一件底衣 所以你打底外面穿一件裙子 都是很漂亮的選擇 它不算很窄 它的彈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這一件是 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夏天買來 八搭用的 之後就會介紹一件T恤 它是今次淘寶比較沒有那麼滿意的一件衣服 其實沒有那麼滿意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普通 我是為了一件顏色而買的 這件T恤真的完全沒有特別 而且它不是貼身的T恤 它是一個直筒 也不算很過範 很寬的 一件很正規的T恤 如果你說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能是領 領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不是平時的圓領 算不算有特別 好了 那我今天的淘寶開箱春裝 第二回合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